第一个剑步走进银楼 黑衣男还刻意把半个身体卡在门口 一看就知道意图不轨 果然下一秒就抢走业者手上的金项链 转身就跑 夸张的是另一个白衣男也跟着追了出去 但他可不是见义勇为的路人 其实两人都是一伙的 准备联手抢劫银楼 换个角度来看 两人拔腿狂奔方向一致 因为路边早有车辆接应 先有业者快速报警 警方立刻出动大批警力 就在重要路口拦截围捕 果然17分钟后 就在大头路跟民权路口 成功来下坐完车辆 当场逮捕两名抢匪 鹤香实弹上街抓人 警力几乎全部出动 当场就把抢匪压制在地 翻手上钗后 在仔细搜索车内 又有重大发现 歹徒向这个店家 扬声要购买金饰 在选定这个金饰之后 另外陈姓男子 借故先行离开 自这个店外背车 另外林姓少年 事机夺门而出 然后由接应歹徒 接应歹徒共同来逃离现场 逃离现场后 抢匪开车从中心路转大同路 接着就在民权路交叉口 被横科索远检认出车号 当街就拦截围捕成功 整个过程只花了17分钟 警方第一时间封锁重要路口 让两名抢匪插翅也难飞 最后只能乖乖扶手认罪 记得洪锡宇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